英国大学的中国科学家周中福 拟收购威尔斯的小型石墨烯制造商 Perpetrious Group 由于石墨烯是已知的最薄最轻的超级材料 取得此次并购案引发关注 英国商务大臣垮腾 以敏感技术涉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由 向令对此交易进行国安审查 也转现英国警惕中资对此类收购案日渐强硬的态度 墨西哥当地时间周二深夜 西南部发生规模7.1强烈地震 远在37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 也感受到强烈摇晃 目前已知造成一人死亡 部分地区停电 堵石崩落和建筑物损坏 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已经发出海啸警告 缅甸局势升温 由反对军事统治人士组成的影子政府 7日宣布发动人民防卫战争 呼吁人民在全国各地起义反抗军政府 与此同时 缅甸最大城市仰光 昨天有大批市民涌向超市 载购大米、面条和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 印度疫情还没有受到控制 南部科勒拉省日前又出现新立百病毒死亡病例 立百病毒主要经由体液与组织感染人类及训养家处 为人处共通感染疾病 并透过受污染的食物传播 感染个案多出现类流感症状及急性呼吸道感染 并可能发展为致命的脑炎 温染后具传播性 发病后致命率高达40%至75% 目前尚无药可制 新航亚开电视整理报道